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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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 来 其实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对啊 他好像把那个马给咬了一下还是啥 然后马就给他吃了一招 哦 究竟给你晓得 晓得也能做一点 看起来你这话就好 嗯 爸爸 别干嘛 哦哦哦哦 他打我打我一下 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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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生了好多好多事 看我们刚刚把他 Japtas的这儿给他盆上 看他现在嘴巴上一直在流汗拉子 刚刚还在疼吗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了我上一期这个狗狗受伤的视频 肯定都很担心我们家的这个小黄狗会不会出事情 今天我就带着大家去看一看我们家小黄狗的状态 然后我带了一下这个 这是烤包子和这个菜盒子 小红 看大家看到他这边的嘴了吗 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走 我们去吃东西吧 呀呀呀 哎呀呀 好好好 哎 就是上一次他受伤的时候 我父母就说 哎呀不用带他去医院 就说不用去收一根钱 把他这儿焚上 他说狗的伤他自己就舔 可能就会自己就愈合了 但是我坚决 觉得他肯定会出事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不把他的这儿嘴给他焚上的话 可能他的这块皮 就在这儿搭拉下来 会非常的不好看 所以当时我就 带着我的几个朋友 然后我们就去船里面给他焚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伤口啊 对对对 来 大家看到他的这个伤了吗 然后现在他这边 可能有一点化浓 过一会我给他撒一点药 消毒的 好乖乖 听话啊 他受伤的前一两天 我妈妈就每天都会给他 喂一些比较软的 就比如说软一点的囊饼子呀 然后就是什么就烤包子呀 就像现在这样子的 就当死 哎呦呀呀呀 好了好了好了 还疼吗 他可能这里有一点痒 而且他这里就是冻住了 可能就是冬天嘛 晚上的时候肯定会冻的 但是我们这几天 让他就睡在我们的这个大厅里面了 然后我给大家去看一下他现在睡觉的地方啊 哎好喽好喽好喽喽喽来看这是他睡觉的地方看然后这是我们家猫咪睡觉的地方 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咱们家的小黄狗啊 后期我也会持续跟大家来更新咱们小黄狗的日常 还有啊就是喜欢小动物的喜欢小狗小猫还有马儿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我我会持续跟大家来更新我们牧区的这些小家伙们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快 哎呀快点快点 嗯 好了好了好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谢谢 unit 这一切我们不 Shay具 们以这关心咱们的时间 大家看得我一次 我们持续跟我们immtziel 我们 przy跶 새로운世界 Buddh识 我们之后